秋高氣爽 現在呢是登山的不錯時節 而我目前所在位置呢 就在陽明山國家公園 只是未來呢 像我像吸引單隻的來登山 恐怕都是違法的 然後登山險呢 只能五個人 多深一點 都不會吧 對啊 這是一個很智障的政策 誰發明的 你剛剛說什麼 陽明山怎樣 陽明山算危險的話 沒有山可以爬 未來可能都是違法的 為什麼 因為沒有辦保險 阿彌陀佛 為什麼有這樣的事情呢 金賣賣算來得了 除了一個還有兩個三個四個 未來通通可能是違法 因為時代列領黨團日前提出 國家公園登山活動安全管理 條例草案 要強制登山客辦理登山險 但目前的登山險 不滿五人不能投包 同意啊 而且媽的話 陽明山也要這樣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 我覺得有點那個 對 如果是只有四個人的家庭怎麼辦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有點過分一點 夫妻的話應該可以 不足五個 不足五個 要再找另外一戶囉 這很麻煩 還是要多深一點 很麻煩 因為颱風天 就是有人不幸協登山 造成社會資源浪費 時代列項黨團提出這個草案 結果引來超過五千人 連署反對 這樣兩個人來的話 你就是犯法 哦 是這樣 因為那個登山險要五個人 才能夠辦 哦 所以每次出遊就是要 湊足五個人才能出遊 可能他又 就是發現有在更周延 檢討的空間吧 登山就得投保登山險 管理哪座山 民眾願管顧頭 立委似乎不這麼想 這皇家我言禁語 台幣報導